南岛冠军府万民叫16号地提示文化红区基盘 万民名策亦未华丹 邀请最近很厉害的万民运动三手 实证中、古小山、甘家威以及义勇达多 打买印第比赛和运动生涯当中有代表性的部品 最后四处的部品是打出10万2千块钱押 庄所总观众好,关来就是万民 我这次义卖的东西是拳套、拳击手套 是放在我家里的柜子上面 然后我自己收拳了 差不多六、七年 那时候刚刚我比赛第一个就是在南方孙兴 所以是那个时候比赛之后 因为是赶奖,然后后来我会赶双奖 所以这次奖就可以放到下来 我今天要一般的这个 要服务 这是亚运的比赛的道理 原来小双想要走70路线 我们让小双拍照一下 刚刚是一万五我们的议员一次 关来万民运动员 石正宗、古小双 甘家威以及医用达多 对着英语艺的运动用品拿出来做打买 有关于手头 抗手头给真 以及当讲 现在打买的状况是相当烈烈 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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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你来多一点 我表哥在后面 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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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次 四处的无品 总共打出 10万2千块的金鸭 分配由南岛管理员很劲力 林丁立 四兄长专专专专 以及南岛副管理员 金牌30万 银牌20万 铜牌10万 明年也就编了1500万的训练机会 不够还会再加 这个战符我会放在办公室里面 那给很多人去拍照 然后去讲说他的过程 因为我非常感动在杭州亚运的 古小双在所有的奋战过程当中 包含16枪跟冠军战 都是用一个不放弃的精神 在最后的三秒采力转胜 我想这个是带给很多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立志的一个故事 参加这个义卖的活动 可以将自己比赛的装备 可以做一个义卖 然后将这个金额去回馈到我们原乡的 原乡的小朋友身上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非常开心 为了饮食183年在 第十五文化厚区英文的 袁智裔胸中 刚才文童王不拼 他买以外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 也发出了条件 以及广乡美食器 去买这民众做的倡务 未来想要去跟这些 相关的活动性质 民众的英雄 袁智裔FB作差寸 接着来为人参谱